咱们所以不能正道的 就是怀疑心特多 其实那个见识的 射到你心上 这个疑啊 总是有问号 当自己问的时候 还说我不怀疑 不怀疑你问什么 好多道友 跟我来说 问或者写个条子 他说我对这法不怀疑 但是罗瓦斯你给我解答 你不怀疑还问解答什么吗 这个本身就是矛盾的了 深深不移的人 他没得问号的了 其实做就是了 说没得到 没得到功夫没当 你要烧锅开水 咱们一般的说 烧到九十多度 那最满的是烧到一百度 你烧到六十七十度 就说这个水开了 差点劲吧 加上你停下来 又冷了 你再烧啊 还得从头开始 正所以这个修道的时候 为什么厌死多少劫啊 今生刚入门 命尽了 死了 再来生又迷了 又得从头做勤 就这么生生自死 无穷无尽灵 但是你真正正得了 那不同了 说要护制佛法呀 有法在世 法 就是能使你明白 佛法 佛是觉悟的觉 明白 这叫佛法呀 你生生自死的 明白在家明白 明白在家明白 就到究竟明白了 但是你得修习啊 不修习怎么能明白呢 要长勤修习啊 生生自死的 不断的相扬 那得住不退位啊 菩萨不退位 才可以啊 他退啊 不说你来生了 今生 从你发心出家那天起 你去检查检查吧 我们这些比丘迪道友 现在大家是 大多数的都六年以上了 五年以上了 那你检查检查 你这五年 从你开始 闻佛法 到现在 你修行五年了 或者有的修行 到十年了 你自己还不知道 自己吗 别的你不知道 每天你吃几碗饭 你还不知道吗 你有好大个饭量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什么的 装糊涂 这个糊涂是装的 不是真的 他什么都知道 知道什么 贪嗔痴 你这贪嗔痴断了好多呀 你偏心了想一些什么呢 观察自己 完了这种佛法的观察 对照 你现在还有一心没有 相信自己能成佛 相信自己就是佛 一片里面的 一片里究竟 心里头 把他纯粹的 住在佛法上 有好多时间 思念 这说的就深了啊 不是你身体怎么做 是你念头 古人告诉我们 打斗妄想死 虚辱发身活 如果你妄想不能把它消失净净啊 虚妄的想象 你发身怎么活得了呢 活不了呢 只要常观察佛法 观察佛法 没有疑惑了 把那疑惑剑拔出去 那你心才能得到单纹